这老师也不知道是咋的了 两天一小考 三天一大考 考不好 还得打 明天又得考试了 早知道上课 我就不睡觉了 我太难了 小伙子 过来 怎么了 我可以帮到你了 老奶奶 你就别搗亂了 我已经够惨的了 我看你也是个卖面的 大字都不识几个 怎么帮我呀 奶奶的面可不是一般的面 这是记忆火鸡面 你吃了它再看书 就能记住书上的内容了 记忆火鸡面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啦 你也就是运气好 我摆摊都是看心情的 今天算你走运 十元钱一晚 那我试试 我试试 我试试 来来来 我先吃 喝给钱 哈哈哈 喝吧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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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癌 酱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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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喝了 吃了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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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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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这次食堂新来了个打饭的也不知道咱们能不能吃饱我觉得之前的师傅就挺好的不过听说这次的师傅是个帅哥 咱们还是快先去打饭去吧 走走走走 今天第一天上班 今天第一天上班 一定要给同事们留一个好印象 你好 你就是新来的打饭师傅 你就是新来的打饭师傅吧 我叫油膏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兄弟给我赶紧多打脚我下午还要上班 好嘞好嘞 好嘞稍等啊来点音乐 这帅哥 这帅哥哥 这帅哥就是要一起打个饭还要放哥 Everybody 拍好队 节奏打好跟我一起来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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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了 再走饭就没有了 我说帅哥 你怎么年轻行行得这个病啊 才打出了点饭 不好意思啊 我之前的职业呢是一名DJ 所以呢 我现在打饭 只要一份音乐我就听不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你把音乐关了呀 那可不行 音乐疫情啊 我就没有乐趣了 那要照你这么说 你有乐趣了 我们就吃不饱了呗 就是就是 走 我们去找老板偷信他 走 这怎么都走了呢 不是我不给你们加 一放音乐 我就控制不如我自己啊 点击下方邮告视频 加个关注呗 玩游戏营小汽车了 一局五十元了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玩游戏营小汽车 当然不错 我这游戏可不是那么好玩的 要不然我也不会大喊大叫 叫人来玩呀 嘿 我还就喜欢挑战这个难度大的事 说吧什么游戏啊 游戏规则呢 很简单 只要你在这黑板上呀 左手画圆 右手画方 一次成功我就送你小汽车 哦 刚好五十 来一把 哎呦 哎呦 行了行了帅哥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这是不协调的厉害啊 我不协调 你给我等着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 你还能多找一个指数 玩左手画圆 右手画方 游戏营小汽车了啊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 哎呦你看就那 有吧 这能行 有啥不能行的 小汽车都跟我们招手了 你看 玩游戏营小汽车了啊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你们这是 这是我的弟弟 我们俩是连起的 哦 他咋还有连起人呢 嗯 基因是个很强大的东西 老板给你钱 我们玩一把 嗯 那行吧 你们玩吧 弟弟我们开始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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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怎么样老板 小汽车是不是归我们了 嘿嘿嘿嘿 可是你们这 别可是了 既然我们做到了 这要是就归我们了 哈哈哈 点击下方油膏视频 加个关注呗